摄影创作只是拍得好就足够了吗? 摄影表达就是批出一张张好看的照片吗? 如果你还这样想的话 就有必要升级一下创作思维了 你应该意识到 当你在原片中选出那张最好的照片 当你将若干张照片拼贴在一起 并且按照顺序组合起来 这个时候你想要表达的东西 才得以真正展现 而这个过程就是图片编辑 在国内啊 摄影圈总是很热闹 但大多数人会觉得搞出一张张好看的照片 才是摄影的真谛 至于选照片 组个组照 好像都是一些附属的工作 而实际上在艺术表达的创作视角下 脱离单张思维 走向图像群体 是个必须要跨越的思维屏障 在摄影史上 那些被我们铭记的大多数伟大的照片 实际上也都是组照 或者摄影集中的一张 在他们的背后 也通常会有一个更深度 更动人的完整表达 很有可能啊 你比你自己想象中的 更需要图片编辑 比如你出去玩一天 发一组图在朋友圈 学哪几张照片 怎么排序 这个是图片编辑 如果你是一位商业摄影师 提前策划好拍摄思路 并且在拍摄后进行取舍 这个也是图片编辑 假如你家有一面墙 你想选一些照片挂在墙上 来展示自己作为摄影师的表达 这个还是图片编辑 当然最正式的是给自己的摄影项目 编辑成摄影集 或者是测一次艺术展览 这也是所有摄影师走向正式的 艺术表达的必经之路 上世纪50年代 罗伯特弗兰克的美国人 这本摄影集将摄影 从现代代入到了当代 摄影集 画册 摄影书 杂志 作为摄影最重要的媒体 发展成为了一种文化 在日本Provoke挑衅杂志横空出世 老一辈摄影家们用主观的 爆炸性的方法 将摄影带入到了先锋的新的世界 深耐长久的鸭成为了摄影人的必读经典 蒙太奇的编辑方式 让他有了电影的质感 川内轮子组合起那些 鲜弱的看似小清新的图像 让他们碰撞 构建出了生命和宇宙观 埃里克索斯沿河探索 名于密西西比河畔成了当代最著名的公路旅行摄影的延伸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的展览天马行空 他用自己独到的布展方式 让我们在展厅中看到了单张照片 永远也感受不到的潜能 可以说有图片编辑思维 才会有好的组照 摄影机以及展览 图片编辑几乎就可以等同于摄影的创作力 遗憾的是啊 在国内仅有几个艺术摄影为主要的社群 才会经常说起图片编辑 才会以编辑意识来激发摄影创作 图片编辑过去在摄影圈 也只是在新闻行业中被提起 作为艺术表达的摄影却少见专注 我们觉得有必要 也有义务来对摄影艺术中的图片编辑方法进行总结 于是我们原画色积累数年 并历时一年进行制作 开发了这套给摄影师的图片编辑课 我们想用它进行图片编辑方法论上的梳理 课程分为五个部分 在进行图片编辑思维的训练后 我们将其拆解为选篇 图像联系 构建表达三个实际动作 而后还有关于版面 设计 文字 输出等相关知识锦囊 最后我们会给大家带来作品精读 来深入全面运用和回顾图片编辑方法 原画册经营摄影社群和制作摄影课程 已经有八年时间 我们为学员解读了数百本摄影画册 原画册编辑部也为自己 为学员 社群成员 粉丝编辑过一百多本画册 我们同时策划过上海 时间之河 爱此处此刻 日常影像的喜悦等等展览 可以说是最贴近广大摄影爱好者 又有足够图片编辑理论和实践的老师 同时我也是微博百万粉丝摄影博主 可以从日常自媒体发布的角度 带入讲解图片编辑 在这次课程中我也请到了多位活跃的摄影艺术家和创作者 包括苏葵 陈川端 李俊 杜阳 卷毛田筒 赵哥丽等等 同时也让他们分享了自己的图片编辑和创作方法 在课程中我会用不少于50本经典的摄影画册分析和编辑拆解 用自己的社群成员的日常创作演绎思路 也会用实体照片 电脑系统 InDesign软件等方法来展示编辑和方法 整个课程中 自媒体组照 摄影集 展览 这三种编辑主要方式的占比 大概会是3比5比2 这套课程适合想用摄影完成艺术表达的朋友 包括摄影爱好者 摄影博主 艺术摄影创作者等等 在学习实践中可能你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 比如一张过去看上去你觉得非常一般的照片 换了一个地方就突然会变得让人舒适了 一些废片也好像突然有了自己的味道 而过去你认为的很多极致美好的摄影作品 好像又不那么香了 这是因为随着图片编辑的学习 你的摄影思维也在进阶 你的审美光谱和创作意识也在不断进步 在我们经营摄影社群和制作摄影课程的多年间 我们发现那些获奖无数的学员 并不见得是在拍摄现场非常会找独特视角的人 而更多的是在原片堆中那些会选的人 那些走向艺术道路的学员 也未见得是拍照最好看的人 而组照摄影集画册展览才是他们走向艺术世界的方式 录完第一节课后 我也将起身前往巴黎国际影展 这个国际最大的摄影艺术作品交易盛会中所展示的 从摄影画册到摄影书 从摄影杂志到系列作品 他们无一不编辑 现在国内越来越多的摄影书展 独立摄影书 摄影杂志也是很多摄影人表达的媒介 这些也无一不编辑 我想编辑力一定是摄影师急需补上的一刻 也是摄影师必备的创作力 好的就期待在正式课程中与大家见面吧